歡迎收看哈囉夜夜秀 各政黨的立委部分區名單上禮拜已經出爐了 這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用各政黨的民調去推算下一屆立法院 我們確定會有哪些立委囉? 到底有哪些人會進立法院呢? 太多了,用講的可能要半小時 不如就來用唱的 一令,給我一個老舌的beat 哭喔 哭喔 嗯,有 這是嘻哈圈外人 Go 2024 立法院會有哪些人呢? 我們從民進黨開始好不好 民進黨 OK 立法院 我們有新著名的羅美林 還有性別權威的范雲 第四席的洪森漢也一定進 別忘了老公上酒店領儲淫 我們有喬世晴的柯建民 還有沈柏洋 也被內定 第十二席馬大先是過疫情 這次民調 啊,應該不會進 OK,民進黨講完了 我們來換國民黨 國民黨也蠻多人的喔 上看有十席左右喔 OK 3,2,1 我們有青大教授翁曉玲 還有區塊鏈專家葛如君 不是你想的那個,吳宗憲 名單還有,我靠,韓國瑜 我們有女版柯P柯智恩 還有謝龍介,台語警戀登 第十一席蘇清泉有點緊繃 第一席是,喔靠,韓國瑜 藍綠講完了 接下來第三勢力 都不太重要 但有一個人他會進立法院 是誰呢 這次立法院確定有黃國昌 不是綠黨,新黨,激進黨或時代力量 是在民眾黨變成白國昌 可是國昌粉也不用太高興 因為立法院長可能是韓國瑜 DAM DAM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厲害 丟出去的東西還是要有一點責任 不會醜啊 但他不喜歡啊 我自己覺得有一種被打回2019年 自己還很爛的那種菜鳥時期 還蠻自責的 我只覺得我們每次都把事情弄得很複雜 他很想知道 公關命他這個段子安不安全 酒後駕車的 直接去當神功特工隊 沒有任何人在乎 就沒有人會生起台海戰爭 我覺得看起來很明顯 拿手機出來看起來像光池 我跟他講 我什麼時間轉到哪一面 他就跟不了我 如果喬得到小巨蛋的話 會不會希望我自己的專注看到沒有人 他就是台灣最有標誌性 最大的一個場地 反正就是一個人生意標強大 一 走 各位觀眾 準備破蛋 加兒 請你 請問一下 你是靈聖的 這是4個 5個 你 感谢观看